博士粉真的很好吃 真的喔 你吃過了是不是 當然有啊 都是沒有 我剛剛都還這樣 線型飯 線型飯 小心啦 小心被統戰 台灣有產 有台灣品牌的 有台灣製產 我不是吃這個牌子的 我是吃另外一個牌子的 很好吃啊 我那時候買來泡 我臉書上的時候 一堆包括媒體朋友都問說 可不可以給我一包試試看看 真的蠻好吃的 不是啦 沒有人會因為這句話被統戰好不好 而且這句話 欸 他也不是在統戰的吧 他可能因為他本來 他這個市場就是在中國大陸啊 所以呢 你中國人我中國人 他就是跟自己中國人 他都講自己是中國人啊 那美國人也可能會買到這個東西啊 那美國人買到這個 他就變中國人嗎 印度人也會買到這個螺蛇粉 印度人不能吃螺蛇粉嗎 什麼時候規定 只有中國人可以吃螺蛇粉 否則就是在統戰 那這個東西他銷售到全世界好了 我們就這樣假設 那難道馬來西亞人也會變中國人嗎 新加坡人會變中國人 日本人會變中國人嗎 不會嘛 那為什麼就只有台灣人 看到這個東西 會覺得自己被統戰了 這根本就是一個心虛的一個 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現嘛 所以這些官員心裡有鬼 心裡有鬼 所以我覺得說 王美花他講的是說 目前沒有准許大陸螺蛇粉進口 現在進來的不是走私 就是虛報 不管實體動物或電商平台 都要求下架 這本來就是該處理的問題 其實實際上很多就是什麼 家人在大陸啊 然後很多那種 像你知道現在小學生 我其實都不知道這些到底 我沒有去研究細節 到底都有沒有開放進口 因為坦白說這個螺蛇粉 原來我們台灣沒有開放進口 我也是今天這個事情 我才知道的 像現在小學生很喜歡吃那個 大陸的那個辣條什麼的 大家知道嗎 魔芋刷 對 魔芋 你們都被大陸統戰了 魔芋那個是可以當減肥的 對不對 還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不難 那樣子 他很鹹啊 很鹹是不是 那很油 就是現在小學生很喜歡吃 魔芋爽 應該很重口味的食品嘛 然後這種螺蛇粉也是就是銅 還有什麼豆干啊 然後酸菜啊 就是這種銅捆爆 就網路上很多在賣嘛 那坦白說 我其實反而覺得說 如果我們沒有允許 大陸螺蛇粉進口的話 應該要想想看說 那不允許的理由是什麼 其實我倒很想知道這一點 對 我也一直在問這個 我想知道說 不能允許它 是因為我們在保護自己的產業 還是因為說螺蛇粉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覺得 能夠開放大家進口 大家喜歡吃沒有問題 那就應該是可以開放進來 就避免這個問題嘛 因為既然你講說 不是因為說這個統戰的問題 但基進黨是打統戰哦 基進黨沒有說螺蛇粉 不應該讓我們吃哦 可是經濟部現在 他變成的說法是說 哦 螺蛇粉都不能 但是他在他的新聞稿吧 好像我看到 就他們的公開的訊息裡面 又提到國安 他有談到國安兩個字嘛 國安哦 對 他有談到說 這個我們不能讓他進來 或是開法是因為 走私虛報的原因 可是裡面他又 又點到國安的議題啊 那這跟國安有什麼關係 就我講的嘛 不會有人因為吃了螺蛇粉 不會有人因為用了抖音 不會有人因為看小紅書 不會因為有人看暴政公社 爆料公社 他就變成是說他的政治立場 他的國族 這其實不是政治立場 他人生上面的認同 就產生這麼大的翻轉 我覺得這只是 激進黨想再一次透過抗中保台 這個東西去操弄 然後翻車的一個經典案例而已 如果真的照激進黨說的 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 就不行的話 等一下 鄭運鵬現在應該要立刻 然後辭去立法委員職務 因為他就是中國人嘛 我們誰是中國人 我不知道每個人有自己的認同 可是我知道鄭運鵬說他是 因為他直接key in 在那個紙上面 現在大家每個人都知道 中國鵬都有證據的 那為什麼鄭運鵬可以做立委 為什麼蔡英文可以當總統 他中國人讀中國書長大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中國人 我也是中國人就是統戰 那我們的統戰始祖之一 非蔡英文莫屬 我們總統都可以統戰了 你激進黨有對他叫過兩句嗎 沒有嘛 你也沒有在那叫什麼嘛 所以我會認為說 這件事情讓我反而覺得 是不是應該差不多要開放大陸的螺絲粉 可以進口到台灣 讓大家光明正大的繳稅給國家 不要用走私或是虛報的方式 讓喜歡吃的人可以買 不喜歡吃的人自己不要買 這種自由開放的市場 這才是我們應該在立法院裡面 在國會裡面要去跟他們爭取的 不是嗎 那因為你知道嗎 王美花這個大動作啊 反正都是因為走私虛報 所以通通要求下架 你有沒有想到這前一陣子呢 其實就是那時候 不是大陸一位網紅在亂傳嗎 什麼蔡英文賴清德兩個人大打出手 那你一看就知道是假消息 然後第一時間總統府還出來駁斥是假新聞 同時大張旗鼓的說要報警抓人 這不是同樣的如出一策嗎 所以我問一下巧欣 我覺得這次你看王美花今天早上還出來受訪 然後你知道就一副就是煞有其事的 就說反正通通下架 那我就覺得說你民黨政府真的很好笑 那之前那一次不是大陸網紅傳出來的 就是什麼蔡萊大打出手嗎 我們這邊總統府還說要報警抓人 那想說你報什麼警抓什麼人到對岸去抓人嗎 我就覺得說我們這政府是怎麼了 都在管這種事情 那明明把明明是蠢事 人民不會那麼蠢的 所以我們的政府啊 就真的是只要碰到大陸的事情 就會特別的認真 就會特別對認真 而且就是茶器 而且呢就是不假磁色 但是喔給大家看好了這個 這個好好吃 分享一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不是所有的螺絲粉 上面都在寫那個東西嗎 那說真的這個很多就是你看 像就是這個都是 像他有什麼輔竹包啊 花生包啊 現在很多年輕人他們都在吃這種零食 然後他這個裡面都可以順便推銷一下 雖然台灣不能進口 但是我們有些觀眾可能在大陸啊 好他就是可以 你就這一包裡面有這麼多東西 裡面有輔竹花生 然後那個粉 然後所有東西你就把它加到鍋子裡面煮一煮 很多配料 對煮一煮就可以吃了 然後他唯一的缺點就是煮完 你加全部會是螺絲粉的味道 大概一兩天左右 但是是真的蠻好吃的 所以在台灣私下大家是很流行 只是我先前不知道說 台灣是不能進口的 可是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民進黨不需要每一次碰到 中國大陸的時候就跳起來 我覺得一點必要都沒有 那像激進黨要這樣子去做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的是他們先前甚至 有一段時間連海底撈都要打 因為我們今天講到螺絲粉 然後又在過年前嘛 我們就順便講一下火鍋好了 海底撈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呢海底撈 在台灣也有 而且每次去都大排長樓 然後他們就說呢 在全世界的這個海底撈 他們都會記錄你的數據 然後底下會放什麼監視器 監視器 然後去監視什麼什麼的 本來說要監視員工的 對 然後呢他們就這個很生氣 就講說這個海底撈 要整肅他們啊怎麼樣等等的 結果呢那個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立委羅智正 然後他在COVID-19隔離的時候 他在吃什麼 他就在吃海底撈的料理包啊 所以我覺得好 這只是其中一個案例 還有非常多 再來是那個昨天 昨天梁文傑議員 他在三立的政論節目上面的時候 他就說呢 你們說什麼 我們民進黨書 是因為這個要檢討側議 不是我們側議是太少 我們的問題是我們的側議太少 國民黨的側議太多 你看我們都不用抖音的 沒有啊 你跟你老婆林楚音 再跟許淑華你們三個人 一起跳抖音的畫面 還需要我再提醒你一次嗎 那就是抖音 那就是T-TOP 然後呢再來 還是他不知道那是抖音 他跳 他已經跳了 他就算不知道是抖音 他也已經跳了抖音舞 然後被他太太放在抖音上面了 那個T-TOP的字在右下角 超明顯的 然後他自己在節目上說 你看我們都沒有用抖音 他們國民黨都用抖音 所以我們才輸的 沒有 你太太用得很開心 你自己也上得很開心 然後呢再來 當時林楚音他看愛奇藝 然後自己買淘寶 然後又說要進抖音跟小紅書 然後呢去抹黑暴政公社 說爆料公社說他們是中置 結果昨天投審會最新的消息出來 全部都是台灣人啊 所以你們現在是只要碰到 不喜歡的你就先抹紅他 然後呢碰到中國大陸的 你又特別跳腳 可是其實說真的 民進黨有多少人 你們的食衣住行育樂 就跟中國大陸是密不可分嘛 蔡英文自己說 他看電視最喜歡看什麼 他雖然看公鬥劇嘛 他不雖然看後宮甄嬛傳那種的嗎 欸不對嘛 蘇貞昌現在已經要閃人了 他拿什麼去比喻 拿中國歷史來比喻嘛 很愛 他超愛講中國歷史 原從換從真 你可不可以從林少貓那邊去比喻起好不好 你還是因為涉及事物 你就想說不要用台灣的歷史去比喻 不是嘛 你就反中你要反你就反得漂亮一點 你不要反成說綠能你不能 好像所有反對你的人你先抹紅他 然後呢你不喜歡的人你抹紅他 你不喜歡的事情或中國大陸相關的事情 然後你去抹黑他 但是對你自己黨內所有的人 跟中國大陸千絲萬縷的關係 你又說是可以的 說的好像你說國民黨會賣台 民進黨不會一樣 我告訴大家啦 你要賣台也沒那麼簡單的 民進黨都已經2024年了 不要再用這種事情再愚弄大家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那個海底撈就很好笑啊 人家是拿來監視員工的 然後你在電視節目上不斷的透過海底撈 然後去想要去抹黑中國大陸 結果你自己的立委吃海底撈吃的這麼開心 好所以你看陳柏惟是最擅長 就是也是激進黨出身 就在講這些人嘛 講什麼掃地機器人把你家傳到中國啊 然後啊什麼這個要成立內交部啊 然後MOD台中國卡通啊等等的 我在講一個齁 當時他們也一直在打華為 因為這系列全部都是同一件事情 大家懂我意思嗎 那是在打華為 結果是誰把華為引進立法院的 是賴屏的爸爸在立法院樓上裝華為的設備的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這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們自己的人做得很開心 然後呢結果別人的時候 然後你一直講說這個不行那個不對 所以中國大陸就是不好 三峽大壩會怎樣又怎樣 講了這麼多 講到最後蘇貞昌還是只能用那個男人真是太狠了 而且是用抖音的段子去做自己的宣傳 所以當今天激進跑出來講 你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這個做統戰的時候 民進黨你們應該要站出來笑他才對耶 你們應該要站出來笑他說笑死啦 我們蘇貞昌院長都已經用這個男人真的太狠了 作為施政的宣傳了 這個算什麼呢 結果沒有民進黨他還是不放棄 在2022年已經被大家淘汰的抗中寶胎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他的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呢 他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他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寶器 都沒有問題喔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